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旅行就是要放松的吃喝玩乐 来到玻璃市要去哪里找美食呢 当然是来海天吃海鲜咯 Let's go 一踏入海天海鲜 你就会看见很多有猪同胞也在这里用餐 而且连黄猪都会过来光顾 此外这家餐厅位于海边旁 吃饱了还可以到海边走走帮助消化 热腾腾的美食摆在眼前 先给你介绍一下 这一道就是铃鲁蒸鱼 菜脯四鸡豆 这个看起来食欲大增 这个呢就是 蟹肉豆腐 还有这个我真的很好奇到底它味道如何呢 就是油条沙拉 冬粉虾 沙热水 嗯 清清凉凉的 好开胃里面应该有酸梅吧 嗯 好了我开动了哈 那首先呢我最好奇的呢就是这个 它应该是那个油条里面有酿的一些料在里面 甜甜的口感蛮好 接下来就是这个鸣炉蒸鱼 那鱼一定要热腾腾吃才好吃嘛 所以它下面呢有一个鸣炉蒸的太久的话呢 那汁会干掉它很贴心 在这里呢它有一些酱料呢让你可以夹的 那我就试一下这个 蒸鱼 再加上一点点的汤汁 我觉得这个汤汁啊好好下饭哦 这一个就是菜脯四鸡豆 啊它很多菜脯耶 盖着那个四鸡豆 仿佛呢菜脯呢才是那个主角 那这个呢是甜菜脯它炸了有点脆口的 就咸甜失踪 这个也是非常好下饭 因为这个刚才五一说了 它令我食欲大开啊 你看它色泽多么的吸引人 这个呢就是鸣鸦鸦 它的那个鸦鸦呢很弹牙 呃然后呢这个鸣鸦汁很好下饭 再来呢就是这个蟹肉豆腐 豆腐呢才是主角 它是应该用那个蟹肉熬了一些这样子呢 铺在上面 不错 我觉得这一段呢小孩子会很喜欢 最后最后呢这个刚才我一直在想哦 泰国菜很流行的嘛冬粉虾的 但是这个看起来是像是泰国料理吗 不懂耶 试一下啊 先吃它的这个冬粉 它冬粉呢吸附了那个汤汁 虾的咸香味 这个是应该是police style 它是有一点咸香咸香这样子呢 这个汤汁呢也很好下饭 如果拿来 肉饭啊 嗯 very good 好啦不跟你说这么多了 我要享受我的美食了 呃影片下方呢就有一个导航地图 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呢 只要你点击一下 就会把你带来police的海天吃海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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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